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安卡網絡頻道 那麼今天我為大家帶來復刻堆擊的攻略解說 那首先這張復刻卡片我個人覺得不用刷啦 因為真的我沒有用過這張卡片出場過 是一張倉管卡 那再來這次的成就龍刻呢 也沒什麼用 所以這次大概復刻堆擊就通關 拿一個大鳥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為大家帶來三成就的攻略解法 那我們這邊首先用八達獸來解全光成就 那這邊配置呢 我們帶上了固定版面加COMBO的虛 以及牌豬用的顆雷 還有解這個碎裂版面用的光主角 那這張卡片就隨便更換成一個光模組卡片就可以了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直接進入這次的復刻堆擊 為大家講解攻略解說 那這次的這個隊長龍刻的話 他本身是帶他自己的武裝就可以了 好那第一關的部分的話 有兩隻敵人 CD6 那這邊我們就洗到 兩隻敵人CD1 再帶走他們就行了 好那這邊CD1 我們直接做一波手轉就可以帶走敵人 好那這邊技能應該差不多該跳的也跳了喔 那緊接著進入到第二關 在第二關的部分 只有魔族成員能夠做輸出喔 所以如果你不帶解鎖的話 可能就要帶一隻光模組的卡片 那這邊一樣是洗到敵方變成暗屬性 我們才能對敵方造成傷害 好那這邊敵方暗屬性了 我們就開上光模組那張卡片的主動技能 他可以持續的增傷 然後這邊就直接手轉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好那緊接著進入到第三關 第三關的第一條血條是碎裂版面 這對亞還蠻怕碎裂版面的 所以我們可以開光主角 來直接增加三橫行 這樣我們就可以透過銷上面的版面 來去間接的無視這個碎裂版面 這邊再提醒一下 如果你開的是光主角的主動技能的話 光珠此時是二消的喔 好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帶走沒有問題 緊接著進入到第二條血條 這邊會有這個電擊版面 那我們開顆雷可以排珠 那這個電擊的版面是不能碰到的 大家要注意喔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排珠 然後削二十三顆珠子 好那這樣就削完了 緊接著進入到下一關 第四關這邊我們直接做手轉的部分就行了 好第五關的部分 五之一會給你轉出很多的火珠 這邊我們可以透過八達獸的技能 把這個火珠給轉掉 那這隊員並沒有無視燃燒 所以大家要注意喔 碰到燃燒地形還是會蠻痛的 那緊接著進入到第二條血條 在這裡 我們把爆發開一輪 首先刪開八達獸把火珠給點掉 然後再開天國之門做一個真傷 基本上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傷害就足夠帶走敵人了 好這邊就直接通關沒有問題 緊接著來到第六關 這邊我們需要消除累積的十四顆木珠 這邊直接做手轉部分 就可以了 這邊我們直接快轉 然後消除 十五顆木珠 那這邊最後的話我們是 可以開顆雷 很可惜這邊沒有停下木珠 所以我們得再多轉一回合 那那個鎖定的火珠就不用管他了 只要沒有消除五顆火珠 都可以過的 好那這邊順利通關了 來到王一的部分 在王一的話是十COMBO以上的正牌 此時我們開虛的二技能 效果二的技能 固定版面直接帶走沒有問題 好那進入到第二條血條 第二條血條強化無數盾 那剛好天使獸的主動技能 可以無視無數盾 所以這邊我們洗到天使獸的技能 跳起來 之後開天使獸的雙技能 那做一個手斬 就可以再有DN了 好那這邊全光成就在這邊就能夠解了 那我們緊接著來解魔族成就 好的那我們這邊用秦皇來解 無數加魔族雙成就 可以看到配置的部分 那這光的水變帶 木的水變帶 水的最好可以帶個凍結的會好一點 那火的也是水變帶 總之這隊只要組無數的魔族就行了 那這邊我們直接進關跟大家做一個通關解說 那第一關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遇到CD6的兩隻小怪 這邊就洗技能 一combo洗技能就行了 洗到敵人剩下CD1 好那這邊在合併 我們秦皇合併之後帶走敵人 應該說吞併 開那個吞併吞掉旁邊的隊員 好那今天來到第二關 這第二關的部分 這邊我們直接做手轉就可以帶有敵人了 這邊我們直接做手轉就可以帶有敵人了 第三關的部分 第三關後遇到碎裂版面加高康盾 那這類我們直接開秦皇的二技能 吞併後的二技能 這樣就可以直接增加combo 解高康盾沒什麼問題 好那進入到第二頭血條23噸 此時我們開副隊長 秦皇的固定版面 好直接做指定珠子的移動 就可以解23噸了 固定版面解23噸是蠻簡單的啦 好啦要第四關 這邊紅綠燈直接手轉就行了 好那麼來到第五關 五之一的部分 這隊無視燃燒 所以火珠的話 用疊珠的方式消除就行了 那一樣手轉帶走敵人 來到第二頭血條 好這邊我們先凍結敵方 然後再轉移固定版面 我們可以用母母來把火珠給移掉 那麼接著不要手消火珠 手轉直接帶走 那麼緊接著來到第六關 第二關需要累積消除15顆母珠 那一進場的話 如果你火珠太多 你可以考慮先一回合把火珠先濾掉 然後第二回合我們再開眼球 如果真的沒有天降15顆母珠的話 這邊我們還可以開龍科 我大概是九風王龍科 也可以控場敵人 那這邊剛好一進場 版面上面的火珠所定兵不多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果盾的開眼球 那剛好天降到15顆母珠就可以帶走敵人了 來到王一的部分 再來王一 十COMBO的追擊盾 那一樣我們是開秦皇的二技能增加COMBO 那這邊隨便消幾組主子就可以帶走了 好 來到王二的部分 在王二有五屬強化盾 這邊我們開秦皇 左邊的秦皇可以轉出五屬強化珠 所以我們這邊直接五屬強化珠帶走敵人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三成就攻略的解創啦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的攻略影片 不用了可以按下按鈕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美絕店的你 我是Lunca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